如果您来到意大利餐厅用餐吃饭的话 有很多小规矩是要特别留心 像是他们是不可以擅自加调味料的 还有吃面的时候必须用叉子 卷起来之后要一次的放进口中 而且规定甜点一定要最后吃 你吃完甜点之后是不可以再吃咸的 那么我们这回我们也来到了 台北开店四年的意大利籍的老板 他也亲自分享了意大利的用餐文化 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礼节 带你来看 如何一秒惹怒意大利人 直接在他们眼前把面切成一段一段 严重踩到意大利人的地雷 但像这样的NG行为 意大利餐厅老板在台北开店四年来 已经看过好多次 老板亲自示范 意大利面绝对不能用刀子吃 要用叉子慢慢卷 尽量一次两到三根面条就好 面的卷到变成太大口 然后要一口放进嘴里 但别发出声音 因为可是会被视为大忌 意大利餐厅很讲究 用餐时要细脚慢咽 一次都会吃个两小时 而且餐点顺序有规定 前菜之后是主餐 咸的吃完才吃甜的 也切记不要添加过量调味料 否则人家以为你嫌弃他的厨艺 甚至觉得你把原本的风味弄坏了 餐桌上处处都是学问 虽然很多外国人嫌麻烦 但意大利美食能被全球接受 或许也是因为他们有所坚持 华视新闻黄老天张荣甫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